哈喽大家好我是老高你好二车八街今天挑战一下我的软肋啥车呢纳字节这台车呢不是传输中那个大旗但是这台车油耗依然它不会低 今天看看这么一台14年上牌当时落地半弯跟本田crv一个价啊十七八万的车现在二手行情是多少 这台车从一十年跑到现在啊已经七年了总共就跑了四万九千公里咱就当它五万公里现在发动机一个工况还是比较不错很稳定啊四缸机1.8T的咱看它抖不抖 放个手机 平顺性还算可以啊 哼哼 照比德系发动机带窝轮的平顺性抖动性我感觉要优于德系车我不是在夸他啊我实话实说 那这台车你虽然平顺但它的油耗要比同级别车型要高很多你别看它是个1.8T的发动机 但你实际油耗开起来呢它跟2.5T差不多要说这台车有多么的废油其实没有你们想象中那么夸张 这台车现在油耗我给你们看一下虽然电脑显示的它并不准确来兄弟们看一下这车的平均油耗 13.4百公里每升市区再加上高速行驶下来的平均油耗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平均油耗是跑了 9800公里就算1万公里算下来的平均油耗 记得现在是13.4 基本上跟3.0T的宝马X5的油耗差不多1.8T的发动机 吓人吗兄弟们其实并不吓人为啥呢 因为它现在二手车行情特别的便宜 火产的东风玉龙生产的纳智杰的U6 就这么一个SUV 你想吧当时跟CRV最递配的都市版它俩办完基本上价格是一样的 到了现在呢14年的都市版CRV还能卖个10捆多 但是我身边这个纳智杰U6呢也就卖个3捆多兄弟们 3捆多呀 我们十手是3捆熟来的 你就加上整备乱码七招换换油水 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的整备啊 就是简单化了个油水然后整车要经过一个清洗和泡光也就2k的啊整备费用就够了 你想吧 3捆多安排一个这么样一个纳智杰你说香不香啊 你说香不香 有的人要在意油耗的话这种事你千万别碰兄弟们 这个车1.8T涡轮增压它不只是发动机带涡轮 它的油箱也带涡轮它的喷油嘴它也带涡轮 基本上你一脚油门踩下去你站起来开 你如果说你有透视眼 你当你看到油箱的时候那里油箱里边 是有个漩温的啊 这就是这个1.8T它的油耗 大家都这么说纳智杰的车主他必然 是中石油的战略合作伙伴 也是中石化的战略合作伙伴不是在加油站加油 就是在去加油的路上 其实吧这个都是网络上一些段子你要说实际这台车怎么样啊 我今天好好给你们排一盘它 首先给你们看一下内饰了 这台车14年上牌的跑了5万公里 49000多公里就当它5万公里 整车的内饰还是挺干净的 特别干净的一个内饰啊 然后发安盘呢这些地方没有什么太大的磨损 包括挡把还有扶手 然后这台车呢不止一个 仪表它配置还挺高整了一个不伦不类的抬头显示 但是有种比没有强 虽然这个抬头显示经过7年的洗礼上面有点物质啊 洗不掉了 我看样子是洗不掉了 多擦一擦能不能给它擦亮 然后再就是音响 看见没这小高音头升上来的啊 特别的有仪式感 然后呢这台车还有什么亮点吗 空间也算是一个亮点 这台车在这个级别来讲的话后排空间 看见没腿部空间特别大 这个也算是一个优点 然后呢这台车座椅的柔软舒适度很不错 坐进去之后有点类似于齐骏的那种后排座椅舒适感 而且前排的座椅舒适度也不错 这台车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喷它 3万多块钱 14年的车跑了5万公里 我感觉的性价比已经挺高了 除了费油 对吧除了费油 然后这么一台车兄弟们 你无论我怎么夸他其实没有用啊 这种车呢你要是图一个性价比图一个它的一个新度 毕竟啊一台 7年的车跑了5万公里跑的不算太多 这种车 我跟你说你要是入手之后 你第一要注意的是什么 注意的是这台车配件不是那么好找 毕竟它不是一个保有量特别高的车型 它的配件要比同级别车要跪上那么一丢丢 但是 这台车配件还是有的 只不过是不好找而已 正常一个修理场的话它都能掉到配件 这点不用太过担心 但是它的配件 贵 贵到什么地步 肯定是比不上奔驰宝马 但是要比同级别 你就20亏左右这么预算的车修起来的话 它的维修成本要比他们高很多 这个你要记一下 然后这台车呢 还是那句话 油耗肯定是高 但是没有那么离谱的地步 你要是想让它一公里一块五两块它是不可能 但是一公里一块那肯定是达到了 跑高速的话估计也要个七八毛 然后市区行驶的话大概有个一块一块二这么个样子 不要把它想的太过恐怖 因为它便宜 其实车这个东西啊 它存在 它就有它的价值 这个东西 你就想吧 当时落地跟本田CRV一样 但现在本田CRV二手 14年行情还能卖个 10块多 但我身后这个足足 比它便宜了7块 这玩意就是新价比 7块 省下来的7块 行驶品质 配置 还有 舒适度 还有各方面的 动力 整体开起来的感受 都要比本田的CRV要好 那唯独哪里不好呢 就是其实对于二手车来讲最重要的一点 第1是保质率 第2是它的皮实耐用程度 这台车肯定是没有本田CRV这种车型 还有荣放啊 这些车型它的省心耐用程度 绝对是比不了 跟日期 但是吧 就是便宜 除了便宜 没别的可说的 其实这么一台 纳兹结的又溜了 这台车 原车主是最痛苦的 可能这台车在原车主手里 他只开戏了两天 提车当天 和卖车那一天 就开戏了两天 也就开戏了两次 你们觉得这台车好不好 反正啊 我感觉这台车 我刚才开了一圈 各方面底盘给我回馈的质感 还算不错 中规中矩有点偏欧系的那种底盘质感 然后内饰空间各方面也都够用 然后车呢 看起来 除了这个标有点吓人之外 是个纳兹结 其他整体 形状啥的 我感觉还可以 能入得了大部分人的眼睛 不至于太丑 然后他身上吧 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模仿因素 挺个性化的一个车 但就是因为废油 让人说的太神乎其神了 甚至有人说他的油箱都有窝轮 所以说这台车 导致现在 无人问津 但是吧 也有人收 也有人买 为啥 便宜呀兄弟们 在同级别来讲 比本年CRV便宜7亏的二手车呀 这是对不对 反正这台车啊 你看了之后看我视频的变满啊 你们知道就行 我也不想因为拍了一个纳兹结 有人说 这台车卖不出去 我非得卖所以拍的视频 你们千万别买啊 千万别买 然后今天就到这就简单单单给你们分享一下这台车 你们如果是有想去选这么一台车的行情记住了啊 收车也就是三魂左右 你看车框车框好多三魂多一点 车框破的话也就是两魂多 啊 主要是看车框 公里数 还有车框这些都是占 一定因素的 所以说二手车还是一车一框 再就是你要是不懂二手车 你就变买二手车 记住我的话 听人劝 吃饱饭 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下课 下课